前段时间乌克兰发起了战后重建工作 希望能够依靠其他国家的力量 重建其国内的基建、能源 以及被战争摧毁的一些设施 随着战争时间线的进一步拉长 该国将战后重建所需要的 已经提升到了万亿美元 而乌克兰提出所需资金以后 其他国家对于该国战后重建问题的态度较为冷淡 几乎没有国家再去顾问这种事 为此乌克兰主动降价到了7000亿美元 以获得其他国家对于战后重建的援助 那么我国应不应该帮忙 今天就让我们跟随视频一起去了解一下 在观看的时候不要忘记点赞和关注 经济濒临崩溃的乌克兰 乌克兰是位于东欧地区的一个国家 通过地图我们可以看到 其处于亚索海的北岸 西部有波兰、斯洛伐克以及匈牙利这三个国家 西南部与罗马尼亚以及摩尔多瓦这两个国家相邻 在其北部为白俄罗斯 东北部以及东部则与俄罗斯相邻 从其国土的最东端到最西端的长度为1316公里 南北之间的跨度大约是893公里左右 其整体上的面积为60.3万平方公里 也算得上是一个面积比较大的国家 实际上在欧洲除了俄罗斯之外 其余的国家都要比这个国家的面积小一些 但是要说经济发展的话 该国在于那些发达国家是天差地别 其国土大部分属于东欧平原境内 地势西高东低 西部有喀尔八千山脉 东南部在亚素海沿岸有近海丘陵 该国首都为基辅 是其境内的经济文化以及政治中心 处于地孽部和中游两岸 该城市早在苏联时期 就已经成为了一个工业十分发达的城市 其面积为827平方公里 机械制造业化工业 以及船舶制造业这些产业所处地位 直到现在都具有非常大的影响力 2022年2月15日 俄罗斯在与乌克兰边境地区 部署大规模的军事演习部队 而在2月24日的时候 两国进入战事状态 一直持续到现在的俄乌冲突拉开序幕 此前两国之间的关系也都非常紧张 不断加强彼此边境军队的部署 在冲突爆发以后 俄美国家对俄罗斯持续了大规模的制裁措施 导致该国经济发展低迷 不过与地广物博的俄罗斯相比 乌克兰的情况显然是更严重一些 乌克兰本身的经济就十分有限 因为战争的影响 该国的工业体系基本上都已经被彻底摧毁 其国家经济受到了严重的损害 另外 其主要的出口通道黑海也被俄罗斯控制 导致该国失去了主要的石油天然气来源 更让其失去在该地区出口的大宗商品的能力 在2022年 该国GDP下降了30.4% 是历史上下降幅度最大的一次 而该国面临的债务规模占其GDP总水平的83.1% 到2022年年底就已经达到了1074.6亿元 该国的军事现在基本依旧依赖于西方的技术以及武器供应 如果失去了这方面的援助 那么正在衰退的乌克兰将会全面崩溃 除了面临现在的经济问题之外 该国未来的建设也是一个不得不去面对的问题 鉴于其工业体系已经全部被摧毁 许多城市损坏严重 大量的基础设施需要恢复与建设 但是其缺乏足够的经济实力 因此该国想要进行战后重建 必然需要其他国家的支持 重建无人问津 乌克兰被迫降价 经过一年半的战乱 该国已经是千疮百孔 其境内的桥梁道路 建筑物 电力设施 以及管道设施被大面积摧毁 超过15300栋高层住宅 以及155900栋私人住宅被摧毁 而随着战争规模的扩大 该国所面临的重建规模 也逐渐变大 其所需要的资金 自然也是水涨船高 不过虽然依不止境 都没有结束的迪象 但是世界各国 却已经开始关注 该国的战后重建问题 早在2023年3月份的时候 就有相关的机构进行评估 显示这个国家要想进行重建 那么可能会需要4110亿美元 但是这并不是一个 能够让所有国家都接受的价位 当时欧盟表示 其只愿意给乌克兰50亿美元 对于乌克兰来说 这点资金基本上是于事无补 随着战争的积蓄 该国受到的影响也越来越大 于是在今年的8月份 该国又表示 其战后重建的数额 将有可能超过万亿美元 这样高昂的数字 让更多的国家望而生畏 毕竟现在的乌克兰 就像是一个黑洞 谁也不知道 最后需要多少资金 才能够填满这个窟窿 欧洲本来受到战争的影响 就比较严重 现在就连援助乌克兰的力度 都已经大不如前 更不用说 对其进行如此大规模的援建 德国一些人也预测 表示对乌克兰进行重建 可能是几代人的工作 想要在短时间内 恢复这个国家的基础设施建设 显然是不可能的 何况这个国家境内 很多人流离失所 本身就人口流逝的乌克兰 面临着更为严重的危机 人口锐减 对该国也将造成深远的影响 其经济发展速度 在未来很长时间里 都难以恢复 而对于这些西方国家来说 乌克兰真正能否重建 或许也并不是那么重要 一些国家可能就是 给乌克兰画大饼 希望能够以这个国家 拖垮俄罗斯 乌克兰开出的重建标价 并没有被大多数国家所接受 虽然万亿资金援助 这个呼吁已经过去了一个多月 但是各个国家 对于乌克兰并没有什么回应 也没有主动去承担 该国重建义务的国家 乌克兰死前的真正目的 是希望其他国家 能够将冻结的俄罗斯资产 拿出来援助自己 但是到现在为止 这笔钱真正的去向并不明朗 而欧盟等国家 原本许诺的援助基金 也没有了什么声响 只剩下乌克兰 还在多次强调自己的重建费用 随着回应越来越少 该国不得不主动降低期许 将原本估计的万亿美元 降低为七千亿美元 想要获得更多的支持 乌克兰甚至还明确的表示 受损的居民住宅 用此前冻结的俄罗斯资产来支付 显然是在向西方索要这笔资产 但是目前这些国家 仍旧没有这方面的表示 乌克兰有没有可能 获得足够的战后援助 援助乌克兰重新进行建设这种事 牵涉了很多方面 甚至还有国家利益之间的较量 即使是有一些国家 想要对其援助 也很难保证 这笔钱会真正被用于 重建乌克兰基础设施 以及百姓房屋之上 这是值得怀疑的 毕竟该国境内官员 本身就并不清廉 即使是在战争时期 都有人挪用物资大发国难财 借助欧盟美国等国家 以及组织的援助 决取私人利益 严重损害了其国家利益 就连一些美国人都觉得 管理乌克兰这个国家的很多人 都是糟糕透顶 如果这个国家 无法解决其国内的这些问题 那么即使是一些国家 想要真正的对其进行援助 恐怕也要考虑一下 另一方面 就是我们前文中说到的 这个国家面临的战争 仍旧没有停止 在日后还会有更大的损失 这就像是一个无底洞 谁也不清楚 到最后该国进行战后重建的时候 将会是一个多大规模的工程 又需要多少资金 所以目前并没有多少国家 进行援助 也没有几个人 想当这个冤大头 同样的 按照目前的局势来看 我国也很难参与到 这种援件上来 毕竟其中牵扯到的事情 很复杂 又没有多少利益 我们不可能拿自己的资金 去白白的打水漂 我并不小心